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在最近一大波搭载骁龙八进三的新旗舰狂潮中 同样期待满满的天机9300 终于在蓝场的新旗舰上迎来首秀 11年前,首款Vivo X系列在北京水利坊正式诞生 11年后,蓝场又在这个地方带来了 被他们称之为满分旗舰的X100系列 和以往的发布会有点不同 这次一上来,Vivo就针对组装场的吐槽 小小的秀了下肌肉 比如说,包括蓝晶芯片技术站 蓝海续航系统 蓝芯大模型以及蓝核操作系统在内的四大蓝科技 不过这部分,Tiger暂时就不多展开说了 重点还是来看看这次发布的X100系列 到底猛不猛 虽说和去年的三杯启发相比 今年缺失了Purpose的首发阵容 看起来略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但是,Tiger又要说但是了咯 从对料来看 看似是大杯的X100Po 实际可能是冲着对标超大杯去的 先看外观 老实说,这一代X100Po的ID设计 你要说它又推翻了上代的设计理研码 那你一看过去 确实最明显的 就是它又把相机模组 改成了更主流的圆形居中方案 但你要是说它没延续性吧 它实际又不完全是 同样是居中大圆 X100Po多了一圈 被称之为日环云界的镜面不锈钢装释环 此外,上代刻在腰线里的Streme Imagination 这次也得到了保留 配色方面 相比起只有黑红素皮的前代 X100Po提供的选择也丰富了不少 蓝场经典的橙色素皮再次回归 其余的白月光 星际兰,纯叶黑 则具为玻璃材质 尤其是这个星际兰 类似星轨的线条设计 看起来后盖还有点起伏的效果 不过说到这 问题就来了 相机模组又变大了 那影像规格是有增强了吗 毫无疑问的 影像芯片上 X100Po首发蓝场的6纳米自研芯片V3 基于它的到来 它现在可以拍摄4K分辨率的电影人像视频 并支持人像视频拍后调整 再看镜头 5000万一英寸主射 5000万前往长焦 5000万超广角 重点说前两刻 X100Po的主射 依旧是目前手机行业里 最顶的一英寸IMX989 加上精度跃迁技术 和全新的蔡司提心度模 官方表示 成像效果这款 直接干翻了上代超大杯 等等 手持X90Po Plus的机要 先别急 相比起主射 长焦的倍次 可能还要更狠 X100Po首发搭载蔡司APO超级长焦 5000万像素 F2.5光圈 等效焦距100毫米 100倍超轻变焦 蔡司提心度模 画重点 对比X90Po Plus 这颗长焦镜头的近光量 暴展了96% 搭配全新的Vivo原像引擎算法 按照官方的说法 X100Po在10X甚至20X等场景下 也能输出画质优秀的照片 发布会上拉莱凤15Po Max出来对比 效果既有们可以细品一下 此外X100Po还针对手机拍太阳 做了特别优化 包括很多既有喜欢的长焦微距功能 也没落下 至于一望蓝场最出名的人像摄影 这一代砍掉了经典的2X人像镜头 结果反而玩得更夸了 搞了个24毫米到100毫米的全焦段人像 处理器方面 X100Po首发全大核架构的天玑9300 服役速率高达9600Mbps的LPD-DO5T内存 之前测试天玑9300工程机的时候 安兔兔跑分还只有215万左右 这次来到量产机 甚至能跑到224万 论多核成绩 它甚至干翻了A17Po 体现到游戏中 官方给出示数据是 原神区迷成全场满针 功耗对比上代还降低了10% 快充支持100W有线和50W无线 单看速率好像不是特别稀奇 但电池又精细 既荣耀的青海湖电池后 X100Po又搞了个 容量高达5400毫安时的蓝海电池 其他的像IP68 USB3.2 独立T费芯片等外围配置 蓝场也都给X100Po一股脑袋塞进去了 对比超大杯来说 可能屏幕是唯一没有全面拉满的地方 配备的是一块1.5K双区面屏幕 支持120HET的RTPO刷新 2160HET高频PWM调光 3000NIT峰值亮度 分图层帧率绘制 但它的价格也要比X90Po Plus的发售价 便宜不少 12GB加256GB 售价4999元 16GB加512GB 售价5499元 16GB加1TB售价5999元 和X100Po相比 这次X100的外观也有一点点不一样 前者是偏下的日环云街 后者则是偏右的月环云街 放在一起的话 Tiger个人觉得Po的设计可能会更顺眼一点 配色倒是一样 X100也有落日城 白月光 星期蓝 晨夜黑四种版本 作为X系列的标准版 从X80开始 配置这块蓝场一直都给的比较多 这次也不例外 像是Po的天机9300处理器 最高LPD-DL5T内存 1.5K双区面屏幕 IP68防尘防水 Vivo X100 同样也有 重点还是看影像 注射 5000万像素VCSIMX920 1.49英寸 F1.57光圈 超广角 5000万像素 2.76英寸 F2.57光圈 长焦 6470毫米前望长焦 1.2英寸 F2.0光圈 长焦微距 影像芯片 自研芯片V2 尤其是长焦 实际上 X100用的也是和Po同款的传感器 只是配套的方案有所区别 对比X90 Pro Plus 它的进光量提升了约85.5% 并同样支持长焦微距 全焦段人像 长焦玄日等功能 快充支持120瓦有限 配套5000毫安时的蓝海电池 价格还是不错的 12加256GB版本和IQ12一样 都是3999元起 16GB加256GB售价4,299元 16GB加512GB售价4,599元 16GB加1TB售价4,999元 16GB加1TB LPDDW5T看来的售价 5099元 总的来说 标准版的X100在性能 音效 续航等多方面提升之后 Tiger感觉应该还会延续X80 X90的势头 成为明年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标准版旗舰 但该说不说 这一次Tiger个人的话 其实会对X100 Pro更感兴趣一点 那么大家对哪个更感兴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